一年一度的愛心基金會頒獎典禮 每年都會票選出十位最具代表的公益人物 今年更頒發近百萬獎學金 鼓勵生障學童 這次的典禮首度在小巨蛋舉辦 請來白冰冰RKAN擔任主持人 搞笑的主持功力 讓晚會溫馨有熱鬧 熱鬧鼓聲為第17屆愛心頒獎典禮 揭開了序幕 今年晚會首度遺失小巨蛋 邀請來自各界的愛心人士共同見證 前行政院長游錫坤也出席典禮會場 向今天得獎者表達敬意 我要向今天受獎者 包括獎學金的得獎者 以及愛心獎的獲獎者表達恭喜 在協會兩次評審之後 由最後這十位得獎者脫穎而出 站上舞台 接受來自各方的表揚 感謝他們為公益事業所做的努力 所有的日行善機的 也有得過很多獎項的 在經過本會 召集的明代 學者 專家 以及一些有公信力的人士 來評選出來的 才得到這個十大愛心獎 除了表揚公益 協會更強調關懷弱勢族群 服務對象包括了年長者 兒童 婦女 到身障人士 在今天晚會 頒發出百萬元的獎學金 給身障學生 希望他們在學習道路上沒有阻礙 這些身障獎學金的同學們 因為雖然獎學金不是很多 但是他們來這裡受獎 從之前的圓山飯店 一直到今天的小巨蛋的榮譽感 能夠激勵他們向前向盡的心 這是我們辦在這個小巨蛋 最大的終點 實力 大家如果看不看就走 是你們的可笑 不可能 看不看錢還要走 是要走再去 對啊 終於一屆白冰冰和阿肯的搞笑搭配 讓頒獎典禮笑聲不斷 晚會現場重心雲擊 熱鬧氣氛彷彿來到了綜藝秀現場 從資深藝人台語演唱 到威震八方的舞術表演 精彩節目內容 讓參加來賓度過溫馨熱鬧的意外 記者賴佐志 胡用龍 採訪報導 於是